在11日播出的SBS电视剧《那年我们的夏天》中 描绘了再次开始约会的国炎秀和翠熊的浪漫故事 冲锋后两人参观了展示翠熊作品的画廊 国炎秀说 你在这里举办歌战吗 我再次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翠熊解释说 现在是我一直保持清醒的时候 我想在这里开一个画廊 但迟到了 国炎秀问道 我一个人醒的时候很寂寞 你哗哗的时候在想什么 翠熊说 我没什么想 然后走进国炎秀 翠熊通过旁白说 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想象了 这一条细线中 在一个移动的秒针中 在所有的岁月里 在所有的那些时刻 我会用尽所有我的时间 爱国炎秀 随后翠熊对国炎秀说 我们回家吧 接着两人在翠熊家的沙发上深问 播出后 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小区 收到了网友们爆炸性的热烈反应 纷纷留言 导演疯了 他们都躺在沙发上 我的心蓬蓬直跳 刚有网友直言表示 翠一直 我的心迷路了 很快出来负责的 那年我们的夏天 在Netflix Today 韩国Top10内容中 排名第一 大家看过这部电视剧了吗 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 每日接受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